辭職參加補選的5名前立法會員 在這次補選中 都能以壓倒性的姿態高票當選順利重返議會 社民連駕梁國雄認為 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能漠視57萬投票選民的訴求 去決定香港的政制是怎樣的 不過今屆補選的投票率 遠遠低於08年的立法會選舉 有分析認為 這場由公社兩黨發起的變相公投運動 不能算是成功 也顯示市民並不認同公投議題 但是公民黨的梁家傑就認為 運動算是成功的 並且指出以法理公投來做挑剔並不公道 這個群眾運動到今天來講 已經是開了一個先河 而且這個這樣的運動 最主要的是能夠凝聚群眾 今次我們是凝聚到的 而且這個大家要明白 這個並非是一個法理的公投 所以如果有人是以一些法理公投的標的 來要求這個群眾運動 那是差之毫利 貿易遷利 社民連假陳偉業就認為 今次運動獲得支持的情況未如理想 部分是與泛民參與欠缺積極有關 因為基本上由始至終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公投運動 是香港人爭取民主一個很重要的運動 但是很不幸地泛民方面的參與和支持是不積極 導致整個運動在整體香港的支持方面 都未如理想 基於民主派自己不團結 民主派有些人缺乏這個骨氣 缺乏勇氣 所以接下來的工作是很艱鉤的 社民連前主席黃毓民也承認 投票率教他們預期為低 感到有點失望 但是強調不會以此理論成敗 亦都不會輸打贏要 這個目的達到 當然我們希望多些人去投票當然最好 所以我不會用成敗 我不是今天在輸打贏要 我是day one已經不講成敗 你可以問其他人 但如果代表公投 就是聯合委員會那些 我就不會講的 我自己來說 我估計應該有20%投票率 但是現在沒有20%我有點失望 闊別議會四個多月 公民黨的陳淑莊就形容 重返議會之後會繼續爭取普選 他亦都形容 今次是新民主運動的開始 並非終結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我想這個只不過是第一階段的完結 其實是第二階段的開始 我們接下來還有六四 我們還有六月二十三日 我們還有七一 我們希望呼籲更多的朋友出來顯示人民的力量 今次普選的另一個特色 就是有一班年紀輕輕的參選人 大專2012在今次一共派出五名代表參選 一共獲得超過三萬張選票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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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